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公牛中锋 2.罗培兹 Robin Lopez 日前又出现情绪失控行为 周五面对热火时 因为不满遭驱逐出场 而对裁判口出了言 今天遭联盟罚款 2.5万美元 约72.4万台币 上个月初 才因为遭驱逐出场 怒吹椅子的罗培兹 周五面对热火时 在末节连续被吹两次进攻犯规 于是通下计数犯规 遭虚逐出场 但他对于判决并不甘心 在场边抱怨 19才网消息是走 走到一半还回头向裁判叫嚣 联盟今天做出惩处 罗培兹这次对裁判 恶言相向的后果是2.5万美元的罚款 这并不是罗培兹 第一次不满吹判而暴怒 上个月初 也因为不服吹判而遭到驱逐出场 他在走回休息事途中 甚至怒甩旁边的折叠以泄愤 罗培兹不满裁判尺度 没连设